身上還是上衣的就是女嬰媽媽 扶著阿嬤 命容憔悴 現身高雄市立殯儀館 先生跟阿公也一起南下 配合和檢察官進行相宴 拿出孫女13號送去保姆家 第一天還活蹦亂跳的照片 現在卻成了冷冰冰的遺體 不禁哽咽 女童爸爸更是不能接受 質疑社會局失職 到現在涉嫌失虐的保姆 還沒有被移送也沒被羈押 家屬只想要一個真相 當初透過社會局認證平台 媒合才攪到的保姆 沒想到卻是這種品質 連基本監控設備都沒有 而保姆身份也被起底 財新保姆107年取得保姆技術士的證照 具有體檢合格證明 由社會局合法取得居家室的登記照 假日還從事家福志工 先生是名高中老師 就因為環境不錯 才選擇財新保姆照顧 事發後 家屬一度不願意讓女嬰解剖 但是為了找出死因進一步相驗 結果卻讓爸爸跳腳 為什麼要說到四年 到現在那邊結果都沒有 不滿檢方的調查流程 之後在IGPO文 痛批早猜到台灣司法 沒有公道沒有收押 檢察官態度草率 反問我有在顧小孩嗎 說收集證據要很多時間 他還有別的案件 還是不要辦也可以 女嬰爸爸連罵三次誇張 這個保姆的這個居家脫育的資格 今天已經廢止了 針對社安保姆經過調查 立即撤銷保姆證照 以後也不能再從事相關工作 社會局亡羊補牢 但對於才出生11個月的女兒 就這樣沒了 做家長到實在無法接受 TV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